内地防疫专家张文宏 近日因为发表与新冠病毒共存论 被前卫生部部长高强不点命批评 张文宏也被举报 她的博士毕业论文涉嫌抄责 江苏扬州上个月底爆发本地疫情 累计超过500宗确诊 江西有教师日前在网上留言 说扬州人口不算多 建议当地放弃严格的防疫和病毒共存 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 被公安指据发布涉及疫情不当言论 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处意行政拘留15日 有舆论认为处罚过重 说随意就不当言论进行拘留 会引起更严重的社会后果 除了这位教师 上海复旦大学赴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上个月底也曾经发文 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病毒学家 都认可新冠病毒是常驻病毒 世界要学会和这个病毒共存 说南京疫情再次看到病毒无处不在 又认为中国经历过的不是最艰难 更艰难的是需要长期和病毒共存的智慧 他的言论引来两极回应 有人认同 也有人认为是向病毒投降 前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发文 说主张和病毒共存绝不可行 说英美等的国家已经因此为全球抗疫形势 带来严重后果 绝对不能重度覆车 引发风波之后 有网民举报将文宏涉嫌学术造假 说他2000年的博士毕业论文 涉嫌抄袭齐老理工学院 一篇1998年发表的文章 7万字的论文当中 涉及争议的内容超过3000字 复旦大学星期日回应说已经展开调查 将会及时公布结果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道